在脸书上头发文 但是呢今天马总统似乎不愿意多言 他参加了国民党举行的台湾光复75周年纪念音乐会 历任的党主席都出席了 而且还要现场合唱 联系绝丽品 主要国民党今天举办了光复节的纪念音乐会 在华河周边的维吉尼亚州选择在越南商城举办 形成了支持川普以及支持拜登的亚太裔拼唱的场面 而在美的台人挺拜登还喊出了 拜登动算的超台口号 重点看回到台湾 新北市农会活动行政院长苏贞昌 以及新北市长侯友宜都来了 侯市长呢把握难得机会当面喊话 苏葵要争取利多 但是苏葵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回敬了要侯友宜选举 只是一时政策才是留下来的足迹 在台中失踪的女学生 警方在台南永康也就是男网友的租务处 找到他了 而远景上门的时候男子一脸错愕 而远景也把两个人带回了台中正去 而在桃园有一名黄姓驾驶 24号下午3点多 开车经过了桃园中立中华路的时候 突然间他身体不太舒服 失控撞上了分隔岛 整辆车翻覆 驾驶是受困在车内 莫及意外的热心民众 赶快送钱帮忙破窗 救出驾驶 22系列的苹果的官方 号称有四倍防摔的能力 结果就有测试团队 他们拿来了心机摔摔看 实测的结果 iPhone 12 Pro确实是比上一代更耐摔 大概是第15次 它的边框才首度出现裂痕